母亲节即将到来 以往各地都会陆续举办庆祝活动 今年考量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需要减少大型聚会 区长们就只能前往各里模范母亲家中 搬赠奖牌礼品 太平区公所这天就来到了光荣福龙新龙礼 妈妈们特别盛装出席 众人共同留下合影 公所也希望借此肯定 感谢妈妈为家庭辛劳的付出 区长礼奖以及受表的模范母亲 大家开心的留下合影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减少大型聚会 因此原本在餐厅举办的表扬活动 改为区长到各里模范母亲家中 或是里内颁证奖牌礼品 这天来到光荣福龙新龙礼 每一个礼都有相关的 这个模范母亲的表扬 那我们因应我们这一次的疫情 所以我们调整在我们的这个 受表扬人的模范母亲的家里 到古或者是说到我们里活动中心 像今天我们来到新农里活动中心 或者在里办公处 那我们希望说 第一个我们能够很隆重的 很尊崇的来表扬 我们每一位辛苦 我们尊敬的模范母亲 妈妈从去长手中借过献话 脸上表情很是开心 每个家庭背后 都有一双辛劳付出的双手 像是叶云娇女士 以身教教给孩子最好的榜样 注重品德教育 热心公益 推动地方活动 以前我生了两难一年 对 然后怎么教他们 就是我是以身教 因为我不善言辞 所以我都还怎么看我的身教 现在都还不错 然后现在带了六个孙女 常常带小孙女去亲子馆 然后教他们画画 他要做好拼 紧张做 豆汤吃 这样好吗 那有什么配偶 没有啦 要拿什么配偶 我来一碗 来一碗 人真 人真打拼就好了啦 张黄秀阮女士 则是勤俭时家 平时敦亲慕邻 处事诚信赌实 是位孩子们的榜样 而江宜甄女士带人诚恳 教职退休后更热心投入志工的行列 小小的颁赠典礼上 妈妈们特别顺庄出席 纪念这难得的一刻 感谢妈妈为家庭辛劳的付出 健身照样台中产报道